今天的AT个股推介是蒙牛2319 选选原因是4月中国务院常务会议指 为了稳定经济增长 部署促进消费政策举措 章目部上星期也指出 推动出台有针对性的促消费举措 促进消费持续复苏 等到内地疫情受控 必须消费品有望会率先复苏 股份是看好蒙牛的 公司去年盈利增长了4.3 收入增长了1.6 公司管理层预计 预製品行业今年销售增长6-8% 而蒙牛的目标是增长1.1-3 增长毒力主要是来自超高温杀菌 即UHT奶的需求强劲 以及公司增加低线城市的渗透 大肯预测蒙牛盈利增长会持续 2022年和2023年分别增长2.8 蒙牛昨天跌了2.4% 就是41.95 内地疫情反复影响消费和物流 拖累股份的表现 走势上蒙牛3月中低见39.85 近日在41-43元持续抵整顾 策略上如果疫情初步受控 中央有机会推出速消费等刺激政策 可以在41元附近分住收集 中线目标在3月底高位 即大约46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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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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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